二十二上午臺南市國民黨團大動作 召開黨團會議 討論臺南市政府議長選舉 到底會不會藍綠合作 曾經沒有民國配這回事 只是新任期的台南市議會 反律陣營席次過半 藍營想要拿下副議長得要狠拚 民進黨確定推派邱莉莉 繳筑議長林志展則是問理副議長 但卻傳出民進黨邱莉莉 搭檔現任副議長 國民黨的李文俊結盟民國配的版本 李文俊說以黨為主 不過國民黨黨團會決定不排除 跟無黨籍議長郭信良組成郭李配 不過兩大條件 郭信良當選議長後 無能回歸民進黨另外也要全力支持 李文俊參選副議長 國民黨公開表達合作意願 政黨的決定我都一以尊重 還是那句老話 拍你的就是你的了 不是你的真言內容 藍營尋求合作 無黨籍郭信良沒有正面回應 政府議長誰能拿下二十五號 建分校 靜新聞黃玉瑄和孟者張子楊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